牛心奶黄月餅 大家好,我是Tiffany 今天做牛心奶黄月餅 牛心餡冷的時間長 所以先做牛心餡 先看看牛心餡的份量 首先要蒸鹹蛋黃 鹹蛋黃6隻的份量 已經包含了牛心餡和奶黃餡 記得蒸之前先洗乾淨 如果大家家裡有玫瑰露酒或米酒 就可以加入鹹蛋黃一起蒸 然後就預備一個隔膝 用來壓碎蛋黃 如果家裡有攪拌機 就可以用攪拌機來攪碎蛋黃 大家看到隔膝上面壓極度壓不碎 這些就是蛋黃芯 這些我們就不要 提提提大家 鹹蛋黃蒸熟之後 記得分回牛心餡和奶黃餡兩個份量 然後就預備一個鍋煮牛心餡 先下忌廉 然後淡奶 然後最後就下砂糖 然後把火調至最小 一邊攪拌 攪拌至砂糖溶完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砂糖已經溶完 然後就可以關火 下牛油 還有片莊芝士 關火下牛油和片莊芝士的原因 就是令到它溫度沒有那麼高 雪的時間就不用那麼長 如果大家嫌麻煩的話 都可以關火之前 就下片莊芝士和牛油 相對 雪的時間就會長一點 然後就預備一個隔膝 把剛才煮好的劉心餡 把剛才煮好的劉心餡 過一過隔膝 然後就可以連同剛才已經壓碎的鹹蛋黃 一起攪拌均勻 然後就可以預備一個石子兜 我這個石子兜的尺寸是5乘15cm 然後就可以把剛才已經攪拌均勻的劉心餡 倒入石子兜裡 如果大家家裡有直膠的製冰格也可以用 然後就可以放入冰格雪一晚 劉心餡就已經做完了 現在我們做個奶黃餡 先看看奶黃餡的份量 首先加入椰漿 然後就忌廉 煉奶 煉奶 然後蛋液 牛肉 砂糖 砂糖 麵粉 吉士粉 還有鹽 鹹蛋黃碎 最後就是奶粉 然後用刮刀輕輕攪勻 然後開最小火 一直攪勻 記得刮刀一定要刮到底 我們用刮刀 用翻炒的形式不停地炒 直到這個奶黃餡開始凝固 然後繼續翻炒直到這個奶黃餡成團 然後繼續翻炒直到這個奶黃餡成團 然後可以給大家看看奶黃餡成團就是這樣 然後就可以把剛才炒好的奶黃餡 放入個盒子 去攤洞 然後就可以鋪上保鮮紙 放入雪櫃一晚 这个流心馅就已经放在冰格冰了一晚 我们现在就把锡纸 剁开它 将这个流心馅切开一粒粒 流心馅切开一粒粒之后 继续放在冰格备用 这个奶黄馅已经放在冰箱冰了一晚 现在就先搓这个奶黄波波 提提大家搓这个奶黄波波之前 记得先洗手 如果大家不想洗手的话可以戴手套 把奶黄馅搓成一个波形就可以了 可以展示给大家看这个奶黄波波 插完就是这样的样子 最后就和大家做这个月饼皮 先看看月饼皮的份量 提提大家 现在牛油和鸡蛋就必须要摊到室温才好用它 放软了的牛油 就是你轻轻压它有浅印就可以了 首先用刮刀把牛油压松它 把牛油压松了 然后就可以加入糖霜 然后用刮刀搅拌均匀 然后就可以加入蛋液 蛋液我们会分两次下 记得用刮刀将它完全搅拌均匀之后 才好下第二次的蛋液 然后再加入椰浆 用刮刀将它搅拌均匀之后 用刮刀将它搅拌均匀之后 完全混合就可以了 这样把面粉搅拌均匀之后 再加入鸡蛋液 接下来就许多鸡蛋液 麵粉搅拌均匀之后 就插一搅拌均匀之后 再加入鸡蛋液 配鸡蛋液 然后就乱捧鸡蛋液 亨换蝌蛋液 再加鸡蛋液 提提大家做月餅皮前,記得先洗手或戴手套 不停用手搓,搓成團就可以了 然後預備一張保鮮紙,把餅皮放上去 然後用保鮮紙包緊,再放進冰箱,一晚 提提大家餡料和餅皮,最好預先一天做就比較好 這個奶黃波波已經冰了一晚 現在這個步驟就是用奶黃波波去包流心餡 首先用手指把奶黃餡壓平,再把流心餡包在裡面,再包緊 包緊之後就用掌心搓圓它 要提提大家包這個流心餡 這個流心餡必須要保持冷硬的狀態 所以每包完一粒的流心餡,一定要放冰箱 一邊包一邊冰它 已經包好的奶黃流心餡,記得繼續放入冰箱冰它備用 這個餅皮已經冰了一晚了 接著的步驟就是把餅皮切開一個個份量 首先把月餅皮放在掌心搓圓它 然後再壓扁它,形成一個窩型 然後就可以把奶黃流心餡包在裡面,然後再包實它 包實之後,再用掌心搓圓它 然後就預備一個月餅模具 蘸些麵粉 然後把月餅模具放在月餅模裡 然後預備一張油紙 把月餅模放上去 然後按月餅模幾下,就完成了 我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吸好月餅就是這樣 然後放回冰箱冷藏它,就可以焗得了 在焗月餅之前,先預備蛋黃液和蜜糖 會加入少許老抽去攪拌均勻 然後蜜糖,就會加少許老抽去攪拌均勻 然後用氣炸鍋焗的時間和溫度 可以參考這個圖表 如果用焗爐的話,也可以參考這個圖表 大家看到這個月餅,我已經用了200度 去氣炸了4分鐘 現在先拿出來掃上第一次的蛋黃漿 然後封乾它10分鐘 然後再掃上第二次的蛋黃漿 我們只是掃在餅面花紋突出的地方就可以了 用190度氣炸完2分鐘之後 就可以掃上蜜糖 掃完蜜糖之後 然後再以190度氣炸1分鐘 就大功告成了 今天分享這個流心奶黃月餅 就已經大功告成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提提大家 做這個流心奶黃月餅 就最好預約兩天的時間去做 我們下星期再和大家再見 拜拜 讚 esar